我是相當替橘子的安全 人身安全憂慮 第一個 我們想到橘子 其實他現在頂多是知道柯文哲的行蹤 可能知道柯文哲金錢的流向 或者他手上握有這個 四百萬 疑似的 這個可能的非法的這個贓款 或是甚至現金 我覺得頂多是這樣 那冷錢包那個我還沒證實 我們就不管 好 那在這個情況下 橘子他雖然是市長 市的研究員 可是就整個公務體系來說 他並沒有實質的影響力 跟蓋章 新聞的權利 他頂多就是一個約聘員工 就這樣講 所以你說圖利 這個貪污之罪條例 收收賄賂 這個都辦不到他 他頂多就是洗錢 違反政治獻金 這些比較輕的罪 所以我在想 他其實很難有理由不回來 我自己在設想 是不是有人把他的護照 跟錢收起來了 反正你在日本 反正你護照 我幫你保管 人生地不熟 我幫你保管 你出去錢 我就幫你出 這等於是算是人生有危害 被扣住的意思嗎 我覺得很有可能是這樣 不然他其實那麼輕的罪 然後大家勸他回來 那我覺得坦白從寬 他其實沒有 沒有什麼太大的法律風險 我覺得他就說出來就好 是不是這樣 就是說這兩個同夥 號稱是同夥 是不是其實軟禁他 把他的護照扣起來 然後把他的錢扣起來 反正他出去花用 就是他們花 然後再來是台灣有沒有人說 局長你先不要回來 反正等我們這邊的事情 處理完 你再回來 反正這些被通緝 被通緝也是被通緝而已 到時候你一樣是無罪 反正你沒有做的事 你也不用貪心 是不是等我們台灣的事情 先處理完 你再回來 我一開始的推測就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局主 完全沒有理由不回來 交代案情 因為他確實不是公務員 因為我覺得更奇怪的是 因為現在局長的罪 還不曉得 那可能你回來的時候 坦白從寬 但是北姐已經透過朋友策動 他還是不回來 甚至說局職的舅舅 也表示過局職 確實有個就取了日裔美國人 但是不會說日語 只會說英文 強調局職不是日本人 舅舅現在找不到他 剛剛看到了 舅舅找不到他 爸爸找不到他 一個小女生 在這麼危險的地方 回來台灣 不是一個比較安全的作法嗎 大阪那個地方 大家都說龍蛇雜楚 那如果真的 還有人扣到他護照的話 這情況是非常危險的 非常危險 所以而且身懷巨款 那現在議員又說 他跟中國某些地下組織 或幫會 然後聯絡 甚至可能要逃亡都中國 那這個就是 更加複雜了 所以我還是勸局子 其實你 這個事情沒有什麼了不起 就是錢 我覺得是身外之物 然後你把這些你知道的事情 然後主意交代清楚 你找到一個 你在台灣可以信任的人 你把這些事情 先跟他們講 講了以後 然後你跟這個 你可以信任的人聯絡 安排你回來 然後去檢方那邊說明 我覺得這個事情最簡單就要這樣處理 你不要再信你旁邊的人或現在打電話叫你不要回來的人 或是拿著你護照錢的人 這些都不要信 你就是相信 就是你回來 然後找一個你台灣最親密的人 你把他跟他講你的行蹤 然後你想要回來 然後把你想要表達的是透過他們他們說出來跟檢方聯絡 好所以請教律師 這個情況之下橘子有可能不回來 或者是有人叫他不要回來嗎 我覺得應該是有人叫他不要回來 我必須這樣講 我先講一下就是說 剛剛看到橘子霸的那種回答方式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那是一個有準備的回答 就是他的回答東西 譬如說我們這樣講 不知道他很果斷 就是說他很多回答 他其實非常果斷 他非常果斷的告訴你 他不知道 我沒有跟他聯繫 我不知道他在幹嘛 我很久沒見他了 他的態度就非常果斷 他很清楚知道我要這樣回答 所以我其實是有點懷疑 這是一個準備好的一個內容 因為或是說他早就有心理準備 他必須要這樣子去回答 那理由當然也很多 因為我覺得就算是回到親情的角度 也有可能 因為他不要去幫 序子余說太多 或是怎樣 這樣如果說我是爸爸的話 希望他趕快回來嗎 這一句我一定會說你趕快回來 這不一定 你要想 如果說他的心理認為 假設橘子爸爸心理認為說 這個有問題 那孩子你就在外面 反正錢也夠 我覺得站在親情的角度 他的思考也許是不一樣 但是你說他為什麼不回來 這絕對是非常非常不合理 但是這個不合理 我們找得到動機 不回來 對橘子一點好處也沒有 但回來對誰 有好處或有壞處呢 首先理論上他回來 對柯文哲很有好處 假設他回來說 沒有啊 這錢柯文哲沒拿 這案子結束了 不是嗎 假如他回來以後的說法是 所有的這些錢 假設是我拿走了 或者是他說 我就都給了哪些我們民眾黨要選舉的人 然後就把他拿去拿去拿去 假設啦 我只假設說 他的說法是這些錢 我全部交代的清清楚楚 阿伯沒有拿半毛錢 阿伯不就無罪了 今天到底在浪費什麼時間啊 所以其實他不回來 對阿伯就是一個真的是 幾乎是在判阿伯死刑 你回來講 不就可以救阿伯嗎 所以下一個問題 那誰叫他不要回來 看有誰拿錢囉 看橘子去拿了錢以後給了什麼人囉 當時哪些人在選舉 他是不是心知肚明這個錢有問題 那你今天回來如果真的講了 那會不會對 當時在掛民眾黨要選舉的這些人 有收到這些不勝當的款項的人 你意思是說可能不只柯文哲 民眾黨裡面很多人會死一片嗎 我認為是很有可能的 因為柯文哲他當然如果說 我是拿下來 不管是買我自己 買房子我要幹嘛 我要自己花 這是一回事 可是如果這些張錢 然後是有這個對價關係的 賄賂的款項 不只是進柯文哲的地方 如果也到了其他候選人底下 這些候選真的希望舉止回來嗎 好那這個就很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是 這是一個很有疑慮的地方 那最後提到說舉止有沒有可能出境 當然一個是當通緝跟注銷護照之前 他還是可以拿著中華民國護照進出 他可以離開 離開以後當然就比較有風險 還有一個可能性 當然那可能性比較低 就是說他雖然拿中國護照 中華民國護照進去 那理論上他出來要有中華民國護照 如果他拿譬如說 隨便拿個什麼美國護照要出境 那日本就會說 你又沒有 你這個護照沒入境記錄 你怎麼會拿這個出境 可是如果他有日本護照 他如果有日本護照 那他其實用中華民國護照進去 他拿日本護照出境 沒問題啊 他是日本人啊 從他的國家出去 沒問題 當然這比較難 所以現在就說他只有一本護照 好像可能也不太一定是不確定 那當然因為日本護照比較難 是的確比較難 但是以度假跟日本的關係來講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也是不能被排除掉 那他離開 離開的話 最大問題是說他去哪裡 如果真的去香港或中國 我覺得那不只是說他去香港 中國問題 而是說他去了中國跟香港之後 中國會不會利用這件事情 這可能會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我認為這才是可怕的事情 如果說他橘子 他確實掌握了柯文哲的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然後又到了中國去 那麼對中國來講 他要控制柯文哲也好 要控制民眾黨也好 這會是一個很大的破口 所以我認為說 如果他真的跑到香港 澳門這種地方的話 我覺得其實未來 我們在民眾黨 可能會是一個 可能會是一個危險的地方 好 我們請教一串哥 一串哥是我們節目的第三大破口 剛剛想了三次 要把 有重要的訊息 有很快的錢拿給律師 有重要的訊息 一定很重要 好 所以我們要來問 一定很重要 對 逸上哥 到底橘子手上有什麼阿伯的秘密 或民眾黨的秘密 手機不要再想了 因為剛剛媒體又再去訪問橘子爸 橘子爸居然說什麼呢 通緝我們都尊重 我相信你可能不太會用冷錢包 你連手機的鈴聲都不說 他就說當父親 當然是會捨不得 但事情演變到這個程度 只能接受 你也是一個爸爸 你女兒被通緝 你會說通緝我們也只能尊重嗎 不可能 不可能 照道理來說 我跟你講 這一個父母親對孩子的事情 應該是說他因為這個 思法不公 對我們祖父子怎麼會通緝 他應該會表達他的不滿 對 他應該會表達他的不滿 說這樣沒代沒錢 去玩弄我們祖父子 他一定會這樣講 而且甚至說他在市府裡面又沒有幹嘛 他只是很簡單的機要秘書而已 怎麼會被通緝呢 而且我已經大部分的都是說 我們房車很乖的啦 那個都把那個是柯媽媽的說法 正常來說都這樣 家庭隔壁 你跟問家庭隔壁 那個孩子很乖 當然那個很好看的都會說 但是這一些說法 剛剛律師講過 這些要回應外面的說法 理論上應該大家都討論過了 他剛剛舉止的爸爸說 檢方沒有找他們父母 沒有傳他們父母說要聯絡舉止 這不可能 檢方能夠找到就去勸舉止的人 當然是他的父母 溫情喊話 父母 兄弟 姐妹 舉止最好的朋友 一定是這樣 那結果他父親說 沒有 檢察官沒有來找我們 各位不要忘記 舉止的家事有被收過 舉止的家事有被收過 除非舉止是在外面租房子 然後也跟他父母 也都沒有住在一起 那檢察官也許也有去收 舉止父母的家 那都不一定 但是但是我是這樣 我是認為這個身為父母 這樣講 大家要能夠體諒 他能夠體諒 但不太合理啦 我覺得 而不合理是一回事 可是也不用去強求 他們的父母會把舉止的下落 說出來 那不可能 自己的孩子 他怎麼有可能把自己的孩子的事情 害他自己的孩子 這不太可能 尤其如果說 除非今天他們的孩子 做了一些這種 殺人放火的事情 很嚴重 然後他 他要規勸他的小孩 否則照道理來說 我們不用去苛求舉止的父母 講出什麼家人 講出什麼樣的話 因為他們也是為了保護舉止 邏輯上應該是這樣 好